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买车的时候会遇到的大小相关的问题 买车大灾问 我们今天就听听专家们怎么帮大家来分析 像最近大维哥就遇到他有一个朋友要买车 而且他买都会的小车 他就锁定了FIT这款车 HANAFIT我们都知道 大改款其实在日本上已经都亮相了 可是其实还没有来到台湾 那他就问大维哥说 我们到底是要买现行的 还说等大改款再来呢 今天我们现场也来了现行款的 大维哥我们就直接来看看 如果我要买现行款 它的优势在哪里 那如果我要等这个新款的话呢 是不是真的又值得等待呢 我觉得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 一定要考量自己的需求 假如说你是像我朋友 他是小孩 我朋友的小孩啦 他想要买一部新车 但是买一部新车 那叫我问他说 你是马上就需要呢 还是你可以等 你假如你可以等不急着 你还要慢慢存钱的话 那当然日本已经 第四代的FIT已经出来了 你可以慢慢地等他出来 然后等他国内国产化再进来 但是国内要等到 这个新一代的FIT的国产化 可能还要大半年以后的时间 起码等半年以上是不是 对 等半年以后的时间 那你可不可以等 你假如不能等 你说我马上就有需求 我因为我这个上学的 因为他在外地上学嘛 他可能要开车等等的 他说你是要通勤骑机车呢 还是你要换成车子 你急着想要换车 那假如要急着换车 那当然这个FIT 它是有它的一个 就是线性款 你会比较成熟的嘛 是 因为这个三代FIT 它的确它是末代车型 它推出的确已经好几年了 但是我们说末代车型有个好处 就是成熟度高 所有过去刚推出的 所有问题啊 所有电装 或者机械上的一些 一些小问题啊 小瑕疵等等 在这个长时间的这个生产 然后在这个消费者的运用等等的 对 消费者的回馈 回馈等等的 车厂都做了调整之后 所以在现有末代车型 我们常说是最好的一款车子 为什么它所有的 你考量的引擎啊 或机械啊什么 它都已经完全处理好了 更何况这个Honda 本田的妥占率 本田我们说 本田在这个市场上 只有一个另外一个品牌 才可以跟它抗衡 那就是风田 另外一田 双田 对 双田 那你别看啊 对 我们说 Honda Fit在市场上 我们从去年的销售数字来看 它的销售数字 它比前年2019年 掉了差不多2成5 然后也差不多3000辆上下 这数字当然跟另外一个 Toyota的ARIS 哇 这差距是有大段距离 但是 Honda Fit 它是有它的一个基本盘 我们常说 本田跟这个 丰田的消费者不一样的是 Toyota是要给市场的 最大多数人 去满足的 本田是给 喜欢我 因为我本田有我自己独到的风格 你在这款 即便是入门车型的Fit上面 你可以看到 本田长期以来 它坚持的一个特色 操控 对 操控性 还有它的MM思想 最小的机械空间 最大的车室空间 在这部Fit上面 也完全获得满足 因此你说 它这车子会让人家 会有点觉得这车子会有点怎么样 我不大能够接受是 它可能看它的牌价 对 它牌价 进场它的牌价是66.9万 高贵将今天来到这现场是69.9万的S款 当然你看牌价当然都高高的 可是因为它也算是属于墨带产品了 所以意味着 溢价的空间也有一些 对 是 你只要有兴趣 你只要到本田展示 我相信它一定有一个空间给你 当然这空间当然有多大 但是你要看 它当然就它的市场需求度 因为这车子目前也不是说 在生产满档的状况之下 我可以做调配 假如说你真的有这个需求 我想一定有它的一个 你可以获得一个很好价钱 对 因为毕竟 如果你要买一台代步车 或者是人生的第一台车 甚至于家里的第二台车来说的话 其实我们就来看看 这台小车的优势 第一个 它的挡风玻璃的面积很大 所以你在坐在车子里面的视野 包括它的三角窗 它的视野是非常好的 对不对 管你以前也开过壁的 你就以前车主 你最清楚它的特色在哪里 对 它的空间真的是很夸张 你坐进去 我说我好久没坐过 我今天在坐进去 我还是觉得FIT好棒 坐进去 系好的不得了 这个好大的前挡 还有它的头顶空间 也很够 不管是前座后座 都是两个拳头以上的距离 其实它可以媲美CUV 现在的CUV 事实上这一代的FIT 它在国外也的确有推出 类似像CUV的设型 把它垫高一点 加上一些护板 就是CUV的风格 可是在台湾其实像FIT 它仍然是相当受到欢迎 因为我们可以说 它有很多的优势 除了刚刚我们讲的 驾驶的视野非常好 还有车内的空间 MM的设计理念 就充分的展现 我们带着观众朋友来看一下 这是冠宜真的非常喜欢的地方 每次讲FIT 我们一定会讲它的功能 就是它后座的那种空间的 那种可用的弹性 对不对 首先把它一抬起来 它可以往上折 不是像一般的是 譬如说它的后座椅 后座椅被往前倒等等 这是一个 马上就可以获得一个 超过一米的一个空间 让你放较高的物品 对 这种弹性 就是一般休旅车特色 但是在这部迷你车上面 它获得了很大的体现 没错 一般买休旅车 是希望它的高度 对 那我今天买一个大的花盆 高的花盆 就可以放在这个地方 直接放进去 对 这个很棒 是 好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边 是 关于 副驾驶坐整个躺平 是不是有个贵妃椅在那 这部车子 它车长不到四米 不到四米 但是它车内空间 可以容许到 它的前座椅的椅背 完全前倒 要让它变成一个高贵的躺椅 对 跟这个后座连成一起 这种设计 在同级的迷你车 也是很难见到的 对 所以你到户外的时候 你如果累了 你给我躺在那边 直接看一下就是稍微休息一下 呼吸大自然的新鲜空气 还有除了后座空间的变化相当多 连副驾驶坐都可以往后躺以外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后面的行李箱空间 这算是属于 仙背车跟那种箱形的小MPV中间 我觉得它就是一部迷你的MPV 迷你的休旅车 它把这空间的运用 你看光是不需要把后座椅背前倒 你就觉得它的行李箱已经相当够用 关于它不只是行李箱 看起来非常好用之外 很特别是 它即便是一部国产的入门的迷你车 但是它椅背也可以做两段式调整 我坐在后座也可以依照个人顺行来调整 你看这个角度你就知道 坐在后座你可以正坐 也可以稍微把椅背 斜躺一点 斜躺一下 让你坐得更舒服 那它的椅背可以倾倒吗 也可以倾倒 它有四六分离的前倒 因此在空间的运用上面 这部车子可以说是把所有空间可以运用的弹性 都在这部Feed上面都可以看得到了 所以虽然它小 但是它小而巧小而美 那大家一定会想说 可能比如说你是像大为哥的朋友一样 我想要买现行款 也许真的是还蛮值得的 那如果你要等待新的全新大改款的话 我们就要来看看到底全新大改款 它的重点在哪里呢 芝希 对 刚刚大为哥觉得 好像买现行款还不错 那我现在就来推荐大家 我觉得应该要等新款的 为什么 因为我这边掌握了一些 全新Feed的消息 世界上可能只有三个人知道 一个是台湾本田 一个是我 第三个我不能说 没有 你现在说出来 就所有的观众朋友都知道 对 好 没关系 因为现行款车型呢 其实在14年的时候 大改款嘛 那17年的时候做了一次小改款 以这个周期来看 现在差不多到推出的时间 那台湾的话呢 下半年会上市 以时间点来看 其实你大概就在等半年左右的时间嘛 我觉得除非你真的当下 非常急迫的要用车 不然我觉得新的世代 它不是小改款 它是全新大改款的车型 往往是值得等待的 尤其现在科技日新月异 每一代的车型 其实推出的好料都越来越多 那我先讲一下 以整体的车身的造型来说 大家已经看过图片好几次了 其实以往新车推出 我身边都是男生朋友在问我 那个车怎么样 那车怎么样 这台车都是女生朋友在问我 得到非常多女性朋友的一个关注 因为它造型其实真的蛮可爱的 那设计啦等等 其实就是非常的讨喜 那新世代的东西呢 包含是像LED的头灯啦 以及它的内装的科技化的提升 包含它整体的造型轮廓 短短的车头 比较圆润的一个车式的空间 还是跟现行款大致上是相同的 不过车长稍微拉长了一点点 现在大概不到四米 三米九多会拉到大概四米一左右 所以空间会再放大一些些 那刚刚到一个示范的那个 后座椅的那个机能性 它一样还是采用中置油线的设计 所以这个功能也是保留的 而动力很多人很关注嘛 动力呢是一样是采用1.5升的 四缸自然进气引擎 不过呢会换上新的地球梦动力 那最大马力会来到 大概129匹左右 就多大概将近10匹的一个数据啦 好再来在车内的话呢 因为它整体的轮廓啊 跟他们先前出的一款车 叫做Honda 1 电动车的概念其实是很相似的 水平式的一个中控的设计啦 双幅式的双向盘 我觉得这个是最 对我来讲最吸引人的 我觉得内装非常的棒 尤其是以这种入门集聚的小车来说 它的精致度非常的好 而中控台啦 新的车机系统 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 这些功能通通都是有的 好那讲几个大家比较关注的点 以车型的编程来说 他们会把主力放在目前的顶规 所以呢 所有刚刚讲的配备 包含全套比CRV还要更先进的 Honda Sensing的系统 都会在上面 在小车上面会有 没错没错 而很多人在问的Hybrid 对 油电的车型 你上次说会 在第四季会推出 但不会到年底 好不好 第四季推出 但不会到年底 大家自己算一下时间啦 确定会来台湾 不过以价格来说 因为新车可能 我们知道本田没有便宜的车 但是本田的车都是好车嘛 对 所以以价格来说 大概会落在 汽油车型 我觉得可能会落在70上下了啦 那油电可能会要减8 所以如果这个价差你是可以接受 那可能等个半年的时间 你OK的话 我完全建议大家 赶快等大概款的车型来 我觉得会非常的不错 而且最后补充一个啦 以车型来说 旧款的车型 我们无非就是希望他这个成熟的产品 陀山绿啊等等 最重要的是有好的折价空间 对 以CRV来说那种车型量比较大 而且单价比较高 弹的range比较大 以fit来说就没有那么多的空间 可以让电头的可能夜带啦 来做杀架 所以我这个是我比较 占边大概款的一个原因 我这个是什么 我这个是什么 我这个很想再对 我上次一切丧被关闭了